另外再帶您看到的就是 位在林口的仁愛路上面 在區公所的前面這邊 有一個公車站牌 那麼這個公車站牌 卻完全沒有任何的遮蔽物 很多民眾來到這邊等公車的時候 就必須要忍受日曬雨淋 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因此地方民眾特別請託了 蔡淑君議員服務處 拜託相關那位到場會刊 希望能夠在這邊設置一座後車亭 位在林口仁愛路上 區公所前的站牌 常有民眾在此搭乘公車 由於後車處沒有遮蔽物 民眾都必須在日曬雨淋下 等候公車的到來 非常的辛苦 地方就請託市議員蔡淑君服務處協助 希望能在這裡設置一座後車亭 以方便民眾使用 日前便邀請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今天最主要就是說 有民眾跟議員這邊做成型 就是在林口區公所的 這個公車站前面 並沒有設置公車後車亭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林口的風很大 那希望說可以增設一個公車後車亭 然後讓後車的民眾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這樣在後車比較方便 今天我們也邀請那個相關單位 在這邊做一個會刊 交通局人員針對站牌處的人行道進行帳梁 由於近寬低於3.5公尺 雖然可以設置後車亭 但由於寬度不足將無法加設座椅 我覺得比較方便 而且等車的時候不會曬到太陽 而且又可以看那個時間表號是什麼這樣 那經過那個現場這個人行道這個帳梁 那個交通局表示這個人行道寬 因為是低於3.5公尺的近寬 所以說他只能夠增設那個沒有座椅的這個公車後車亭 那我想說不管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交通局評估已經可以做增設 那我想說也是經過討論以後也是符合民眾的需求 這個案子會入案入到104年度 那我們會請那個交通局在104年度的上半年 就在6月30號之前把它做好 由於103年度預算已經編列完畢 後車亭的施作無法在今年完成 不過在議員蔡淑君服務處的努力爭取下 將在104年度上半年完成預算編列 預計明年6月底前將可施作 完工後民眾在等候公車時 再也不必忍受日曬雨淋 永佳的記者林口採訪報導 先進去完成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